美国知名冰淇淋品牌Ben & Jerry 问新广告倡导大家不要分裂和仇恨 但话这么说自己好像没做到 Ben & Jerry突然宣布将退出屯肯区 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不会再贩卖产品 而会这么做的原因 官方强调因为不符合企业价值 这让以色列官方欺诈了 为教官痛批该品牌作为令人不斥 竟然屈从反以色列立场 以色列总理班内特业出面严重警告 Ben & Jerry将面严严重后果 还放话以色列将会积极抵制 不过事实上这个知名冰淇淋品牌 政治立场鲜明已经不是第一次 不必会主动谈起政治人物 可以看出品牌创办人有主见 这会再次介入尾巴之间纷争 让单纯的冰淇淋染上政治颜色 不过选边站的结果会不会让品牌形象受到影响 还有待观察 下期新闻高一亭报道